随着北京冬奥会的开幕与冬奥相关的各类纪念品也受到欢迎 春节假期在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 每天都会排起选购纪念品的长队 寒冷的天气丝毫不能阻挡人们对冬奥的热情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北京王府井宫美冬奥商品旗舰店的门口 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为了购买这个冬奥的纪念品 这里已经有上百人在进行排队了 最高的时候他们这边排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上千人 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冬奥会 这个吉祥物的话也是比较有意义的 据了解北京冬奥组委共计开发了16个品类5000余款特许产品 涵盖了徽章 钥匙扣等非金属制品 贵金属制品 服装服饰及配饰 丝绸制品 陶瓷制品 文具 毛绒及各类材质玩具 工艺品 纪念邮票及邮品 纪念币 纪念钞等 各类纪念品都销售火爆 买了些啥呀都 徽章 现在只有徽章了 还有冰箱贴 想买毛绒玩具现在已经买完了 我们早上9点来的 为了应对销售高峰 旗舰店的工作人员春节无休 采取室内限流的方式确保购买有序 差不多一分钟就要近十几个人 尽可能把人整整总量控制住 其次在里面我们会分几个队 然后重点的区域让它排一下队 然后有序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